每日神话 神道成肉身做的工作包括两部分 第一次道成肉身 人不相信也不认识 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第二次道成肉身 人也不相信更不认识 将基督重定在十字架上 人不都是神的仇敌吗 不认识神的人怎么做神的知己呢 又怎么有资格做神的见证人呢 说爱神、侍奉神、荣耀神 这些不都是骗人的谎言吗 不现实、不实际的东西 你豁出命来追求 不都是徒劳吗 你都不知道谁是神 你怎么做神的知己呢 这不是渺茫的追求吗 不是欺骗吗 做神的知己怎么做 做神的知己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你能做神灵的知己吗 灵多大多高 你能看见吗 你做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的知己 不是渺茫吗 这样的追求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不都是骗人的谎言吗 你追求的是做神的知己 其实你是做撒旦的哈巴狗 因你对神不认识 而且你追求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也是你观念中的 根本不存在的万有中的神 这样的神 这样的神说的渺茫点就是撒旦 若说的现实点就是你自己 你追求做你自己的知己 还说是做神的知己 这不是亵渎吗 这样的追求有何价值呢 神的灵若不成为肉身 那神的实质只是让人摸不着 也看不着的一个生命的灵 是无形无相的 是非物质的一类 是人不可接近的 也是人不可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非物质的 而且也是奇妙的 不可测度的灵 人怎么能做他的知己呢 这不成了笑话了吗 这是不成立 更是不现实的谬理 因为受造的人 与神的灵原来就不是一类 又怎么能互作知己呢 若是神的灵不时化在肉身 也就是神不到成肉身 不降悲成为一个受造之物 那受造的人根本没资格 也没办法做他的知己 除非那些静前的信徒的灵魂 进入天堂之后 或许有机会做神的知己 否则一般的人 都是不能做神的灵的知己的 人若是想在 道成肉身的神的带领之下 做天上的神的知己 那这人不更是傻得出奇的 非人类了吗 人所追求的 只是在看不见的神面前尽忠 对看得见的神 却丝毫不理睬 因为看不见的神 对人来说太容易追求了 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追求看得见的神 就不那么容易了 追求渺茫的神的人 根本就得不着神 因为渺茫的东西 都是人想象的 而且也都是人得不着的 若来在你们中间的 是一位高大的 而且是你们不可接触的神 那你们怎么摸他的心意呢 又怎么认识他 了解他呢 他只做工作 并不与人正常的接触 或者根本没有正常人性 凡人都不可靠近 这样即使他的工作 对你们做了许许多多 但你们不与他接触 而且也看不见他 那你们怎么能认识他呢 若不是这个具有正常人性的肉身 人根本没法认 人根本没法认识神 就因着神道成了肉身 人才有了资格 做这个带着肉身的神的知己 做神的知己 是因着与他的接触而达到的 是因着与他一起生活相处 而逐步有了认识的 若不是这样 人所追求的不都成了枉然的了吗 就是说 人做神的知己 并不完全是因着神的做工而达到的 而是因着他道成肉身的实际与正常 而达到的 因着神道成了肉身 人才有了尽自己本分的机会 也有了敬拜真神的机会 这不是最现实 最实际的真理吗 现在你还想做天上的神的知己吗 神降卑到一个地步 也就是道成肉身 人才能做他的知己 才能做他的知心人 神原本是灵 那么高大 又那么难测 人哪有资格做他的知己呢 只有神的灵 降在肉身之中 成为一个与人有相同外壳的受造之物 这样 人才能明白他的心意 才能被他实际地得着 他在肉身之中说话 做工 与人同甘苦 与人同甘苦共患难 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 保守人 带领人 让人都蒙洁净 得着他的拯救 得着他的祝福 人得着人 人得着这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 这样 人才能做他的知己 这才实际 若人看不着他 摸不着他 怎么能做他的知己呢 这不是空洞的道理吗 是 有点